早晨,又是我,瑟瑟老師 我又是在做運動 昨天就跑,今天就走 因為跑得多,對關節,膝關節不太好 所以恰當地,偶爾走一下 可以舒緩膝關節的磨損 昨天就說了關於 我們在春天的時候要做運動 讓我們的身體習慣要排行 張開毛孔 讓我們的身體能夠平衡水分的代謝 今天我其實想提醒一件事 運動在現在疫情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好處 因為現在這個病毒始終主要是靠我們的呼吸道 即是你的鼻,口 進入我們的氣管,進入我們的肺 在它進入了我們的身體的時候 不論是現在的冠狀病毒 又或者是其他的流感 磚熱水這些病毒 進入了我們的身體黏附在我們的氣管壁 黏附在我們的口腔這些黏膜 口腔黏膜容易處理的 因為你只要朗口,灑口水 稍微喝一些熱一點的東西 那些病毒就會死的了 但是如果進入了氣管就糟了 進入了氣管或者進入我們的肺泡 我們要排它出來就很困難的 做運動令到你可以有少少氣喘 當然不要扯蝦,不要弄到烤喘發作 而是你只要在做運動的過程裡 你的呼吸比較急速 那你就會將肺裡面一些的痰炎 或者我們一些的水 就會經過你的氣管慢慢移出來 有做運動的朋友會發現 一開始做運動 你就會開始有痰出的了 尤其是早上那個時間如果做了 因為你晚上積了一晚的痰在肺裡面 到你天亮的時候 如果你去做運動或者唱歌 都可以令到你的氣管 是不斷地向外排出這些 積在裡面的老痰、舊痰 這些老痰、舊痰 除了可以將裡面一些黏附在氣管壁 那些病毒帶走、帶出來之外 亦都可以幫你將身體裡面 如果是有一些經過免疫系統打仗 令到同歸於盡了之後 這些殘骸、絲骸 病毒的絲骸、免疫系統的絲骸 積在裡面身體要花時間去清理 它不清理好 要繼續去對付這些病毒就沒有位了 所以我們透過這些做運動的時候 那個呼吸較為急速的時候 就可以將這些痰 不論是裡面黏附的病毒 還是那些屍體 移動了出來 當然我們不要學某些人 一邊做運動一邊隨街套痰 將這些痰套出去 因為這些痰裡面可能 是有很高傳染性的 那我們盡量都移動了出來之後 我們自己隨身 帶給一張紙巾 那我們就把它套進去 包好它 不要隨便扔 最好就用膠袋進去 帶回家裡 然後再用膠袋鎖緊它才扔 不要感染其他人 所以做運動是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幫你在春天適應現在這個氣候 幫你去預防你的疾病 當然我也是強調 要戴口罩去做運動 因為你在做運動的過程裡面 迎面有人跑過來 向你咳一句 你就不能避 所以祝大家健康 祝大家都能夠順利度過這個疫情 照顧好自己 香港人加油